大家好,我是冰哥 今天就是元宵节 一家人坐在一起 团团圆圆吃着元宵 真的是太幸福了 说起元宵,您可能只吃过带汤的元宵 您不妨试一下这个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元宵 外香里落 香甜可口,太好吃了 今天在菜市场买了一斤左右的元宵 这些元宵是手工做的 大小不是那么均匀 里面有芝麻馅的和桂花糖的 我们先将元宵倒入一个平底锅里面 然后往里面倒入少量的食用油 再沾它晃动一下 让元宵全部都沾上一层食用油 接下来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不要太多 水开之后扣上盖子 开小火把水分煮干 水分煮干之后再打开盖子 然后不停地晃动 防止它粘锅烧焦 先将元宵煎至一面金黄酥脆 煎好一面之后 再翻过来煎至另一面 继续不停地晃动 让两面都煎至金黄 将元宵煎至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煎好之后 将元宵倒入盘中 下来再次起锅 锅中加入少量的清水 再往里面加入两勺白糖 再倒入一点桂花糖 开小火将它煮开 用锅厂不停地翻动 将糖汁熬至浓稠 熬成像这样可以拉丝就可以了 家里有枸杞的再放入几粒枸杞 会更加的漂亮 然后将熬好的糖汁淋到元宵上面 就可以了 就这样我们的香煎元宵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元宵 外香理落 香甜可口 色泽红亮 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更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自己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在这里祝大家元宵快乐 国家幸福 团团圆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